我跟加隆市長中間沒有冰 無冰可破 就是我們兩個 大家都知道過去的關係裡面 我們兩個不會是冰 我們兩個或許 他或許不像滾燙的熱水 但是也像溫度適中的溫開水 喝起來人都很舒暢 所以我們兩個無冰可破 所以我今天來沒有感覺到有冰要破的感覺 心情很好 副院長請你一時選台中心情不高興 他很抬起我 當然我們像兄弟一樣 他有點恐龍浪里 實際上我半年前也都很鼓勵齊昌 來積極爭取能夠代表民進黨參選 今年的台中市長選舉 現在也完成了徵召提名 所以我首先恭喜他 也給他全力的支持 在選隊會開完會之後 我在臉書就有貼文 也把我對台中一路走來 有很多一起奮鬥的朋友 大家可以說像一家人 我們都是台中隊 對齊昌能夠承擔 能夠來為台中市民服務 我是非常的高興 我也在電話中跟他講 我會做他的後盾 他現在正在形成整個未來競選的團隊 今天是市政的請義 所以我也特別邀請前台中市副市長 張光瑤國策顧問來 能夠把我過去在市府所做的這些政策 還有很優秀的市府團隊 一起來做他的後盾 我們都是台中隊 沒有人是局外人 那今天的市政的請義 我們也廣泛的交換的意見 台中市在我擔任市長的時候 其實面對到的就是縣市合併升格之後 很多的挑戰 當時原縣區邊緣化 原市區空洞化 所以我們也提出了台中市區域計畫 還有非常多大型的建設 像大台中123這些建設 那也從包括治水交通 還有整個都市的再生 甚至智慧城市的發展 其實這個過程其他都參與其間 他並不陌生 他準備很久 特別是我擔任台中市長的時候 他在立法院擔任副院長 那我們可以說並肩作戰 那時候為台中爭取到非常多的建設 包括前餐基礎建設的特別預算 台中市真的是爭取到最多 單單像治水 那更不用講我們的這個軌道建設 像大台中山手線 海線的這個雙軌高架化 都已經通過了可行性研究 結果我們看到四年來 不但原地踏步 毫無進展 那當然會覺得很心疼 另外像捷運的路網 最近因為中二選區的補選 大家才赫然發現 有四個路段被改了車站的位置 那可以說又空轉了四年 那更不用講我們機場捷運 這個幾乎是不見了 所以這些我跟其昌過去共同破壞 對台中發展的願景 我能夠正式來接棒給他 那就是想城市的發展 是一場接力賽 那一棒接一棒 那我們曾經掉了這個棒 在這個2018年的時候 我們事後來看 真的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台中市這四年有一些狀況 第一個現任市長 他很多的政見跳票 他必須要跟市民做個解釋 像這個市長換人空氣換新 這一些口號很明顯的是跳票 另外他對於我們在推動的一些建設 有些中斷 或者是這個停止了 這些都我們必須要重新把它救回來 再來我也發現台中市在這四年來 幾乎沒有什麼新的重大的 公共建設 就是有一點在吃老本 那很多的預算 這個並沒有真正用在為台中打造 移居城市百年發展的這種基礎 這個也是我想西昌未來 他要以加速度接棒之後 掉了棒子撿起來了 我們就往前衝 然後能夠這個旗開得勝 我特別今天跟他從政策面 那未來能夠做一個好市長 來做他的後盾 我也相信台中人會來支持 在過去林佳龍奠定的基礎之下 這四年空轉或者是停止的一個發展 能夠在齊昌接棒之後能夠追趕 而且能夠這個加快 這個未來台中發展的腳步 部長你會接這個 部院長的這個 競選團隊的什麼樣子 有朋友選擇 我一定會參與 所以齊昌的競選團隊 他現在花兩週的時間 來去徵詢 各方的意見 哪個角色 對未來整個競選團隊 甚至執政團隊 發揮最大的作用 我一定是以 提名的候選人為主 那我今天就是講說做他的後盾 一切就是配合齊昌未來的規劃 那因為還有時間 應該 我也鼓勵他應該先廣泛 多聽取各界的意見 再來組成一個慎選團隊 部長那現在副院長已經九龍戰鬥位置 那你自己也九龍一的戰鬥位置 有沒有找到 我是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我來台中 希望大家修聽修堪行 那我一定會來 服選台中市長 那至於我的角色 因為民進黨現在在做整體的布局 我們也是包括非常多怎麼樣 包括像區域之間的聯合競選 像以中章投瞄和雲林 這就一個中台灣的選舉 那北部還有南部也是一樣 所以我的角色 我一再講過 成功不必載我 但成功一定有我 那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會配合這個黨的布局 那是不是大家也講說 是不是這個化解派氣的心結 因為那時候在增狀的時候 雙方好像有一點點 大家好像在揣摧有什麼心結 其實沒有啦 我想大家都知道嘛 在台中是民進黨 相對其他先是最和諧最團結的地方 那各位回顧一下歷史也都知道 這個 加隆在台中十年摸一件 那一開始我們曾經有過初選 可是初選之後我就擔任他的總幹事 接著他要競選連任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 跳出來 這個表明不會選舉 而且全力支持他 那加隆也立刻來邀請我擔任他的競選主任委員 所以我們一路加隆在台中這十年摸一件 我幾乎是幫忙在磨件的那一塊砧板 幫他磨 一起磨讓這個件更銳利 那他擔任市長的期間 我擔任副院長 我們一起合作 為台中市民解決問題 地方的事情市政府處理 中央的事情其常幫忙 所以從預算到政策 到很多市政的規劃 需要中央地方合手的 聯手的 我們幾乎無意不予 都一起合作 那在這個初選期間 我一再強調 因為制度是徵招 所以我沒有敵人 我沒有競爭對手 沒有一個表態要參選的人 表態要承擔的人有對手 沒有 因為大家都是同志只是各自表態 那有些表態的方法 這個大聲一點 有些低調一點 但不管怎樣 他只是一個表態 最終還是要這個黨主席 選對會 來一起來做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過程裡面 這個大家有時候把問題 都稍微把它這個陰謀論 或誇張化 所以其實我不覺得有 這些問題的存在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 主要不是來處理這些問題 我主要今天來就是很單純的 市政請益工作 我想林市長執政四年的時間 我可以說 對大台中這個城市 幾乎能最有 把這個城市未來20年的規劃 最有氣魄 這個幾乎我認為它是 這個數一數二的 特別是在規劃的期間 我幾乎大大小的 我都有參與 特別是這些重大的 這些建設 從軌道 這個前瞻的 包括我們的河川的相關的 這些整治 以及重大的這種交通的建設 對這個城市 包括區域的怎麼去劃分 這些基本上很多涉及中央的 我都有參與 所以過去的這個參與 我覺得這個對這個城市 未來要當大人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來是再一次 來跟林市長請益 對於過去這些 他所規劃而接棒的盧市長 沒有辦法承接 或者因為太過於口號 或者太過於政治 這種意識形態的思考 讓這個城市停滯 讓這個城市甚至倒退 我們都覺得很可惜 所以城市的發展 如同林市長所講的 他是一場接力賽 而且還是如馬拉松的耐力賽 但很可惜過去四年 我們掉棒了 而接棒的人 幾乎這四年時間原地踏步 所以如果我有機會 明年擔任台中市的市長 我會把這個接力 我會把這個馬拉松 先當成100米來跑 因為我們必須要把過去四年 所漏後的要趕回來 所以我會先用100米的速度 來為台中市民服務 來為這個城市的發展 做更多的這個努力 所以我們剛剛主要 都是在有關市政 這個議題上面的一些討論 這個居多 會見市長 這個方面好像是破冰之旅 我跟加隆市長中間沒有冰 無冰可破 就是我們兩個 大家都知道過去的關係裡面 我們兩個不會是冰 我們兩個 或許不像滾燙的熱水 但是也像這個 溫度適中的溫開水 喝起來 人都很舒暢 所以我們兩個無冰可破 所以我今天來 沒有感覺到有冰要破的感覺 對 應該勝選的機會 超過五五波 為什麼要檢視一個現任的地方首長 就是他有沒有政績 如果你詳細去檢視會發現 盧市長所稱的政績幾乎都是 我們過去所做的 沒有新的建設 過去他的承諾有一些跳票 我覺得台中市民的眼睛是很雪亮的 當這個比較出現的時候 我想對現任的市長 他必須拿出他自己新做的政績 對於挑戰者 他要拿出好的政見 而齊昌呢 他也很聰明 他說凡是林佳龍之前做的 他都想做 所以他就把我以前的政績 變成他未來的政見 所以這樣子的 這個合作 就是我們兄弟 這個彭欣齊力斷金 我相信以中二補選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我以挺林靜儀 那樣的一個心力 同樣我會挺蔡其昌 為什麼 因為為了台中能夠更好 我想我們在政治上 我們都不是說哪個位置會做一輩子 我們真的把握在公職的階段 能夠為我們心愛的城市 心愛的這個市民 能夠多做一點事 所以這一點我相信 是會這個兄弟 攜手合作 其實是震撼三合 我想我們都有這樣的一個心情 就是要為台中人 能夠贏得這一場選舉 那真的把我們 破壞的城市願景 能夠加倍的把它做出來 市長你覺得 市長年底在怎樣位置會比較好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一再對外跟大家說明 說他絕對是我最強大的後盾 那我想這個就是最清楚明白的一句話 那我覺得位置 其實對我們做政治工作者來講 位置都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呢 他在我們整個未來要競選市長 或者未來當選市長之後 他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 可以對市政提供很好建議 很好規劃方向的一個人 所以他剛剛也講過了 林市長任內 所有我認為這些很對市民 很支持的這些政見 我一定全力來繼續推動 那我這個人 也不是什麼意識形態掛帥 我很務實 如果盧市長他任內 有做對的事情 那我也會 我都會用 簡單講 只要對這個城市好的 無論是盧市長林市長 過去的胡市長 我都會把他們 擷取他們的精華 來一起用 可是盧市長做不對的 像空污沒辦法改善 然後整個台中的軌道建設大倒退 像我們的社會住宅 全部都是林市長時代規劃的這個社會住宅 而且蓋的又慢 然後很多還沒有辦法蓋 所以這個都 我認為這個都必須我要來加以這個更正 讓這個城市的發展可以快速 所以我的想法大概這樣 所以大家不用替這個林前市長擔心 我相信林前市長的這個格局 他除了對台中市政瞭解之外 他其實是民進黨的資產 是台灣的資產 所以我相信 他可以服務台灣 為台灣做的事情 我覺得還很多 那當然市政 因為過去他的選手 所以我相信他可以幫忙我很多的事情 市長你會推薦 林市長在9月1選舉替黨 有一些幫忙嗎 他一定會幫忙的 但是什麼角色 黨有黨的制度 就像我自己在被徵召的過程一樣 黨有黨的制度 那黨對於六都就是徵召 那我覺得每一個人 這個林前市長只要想好了 把他態度說明清楚 讓選隊會知道 其實我們的最重要的工作就完成 所以我覺得他林前市長是台中的資產 是台灣的重要資產 那他可以協助黨很多的工作 可以幫台灣做很多的事情 那我都祝福他 未來就是說 不管他在哪一個角色 能夠服務 在哪一個位置上服務 基本上我都給予這個無限的祝福 那不管怎樣 他在台中上面 我們會借重林前市長的累積數十年的功力 為這個城市做更好願景的這些規劃 好 還有嗎 請問一下 這很紅 就是我用蔡其昌 未來的新好市長 來挑選這個吉祥物 這個是菜頭 就是出征好彩頭 這個是奇異果 那這個是充算 就是充滿勝算 那為什麼呢 蔡其昌 好彩頭 又出奇自勝 而且這個 昌 昌 我們台中就是充滿勝算 來呢 為他加油 剛好這一盤是我的名字 喝起來就是蔡其昌 蔡桃嘛 蔡桃 喝蔡桃 帶領這個城市 做桃往前衝 對 蔡桃 可以再把他拉高 拉高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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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來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